没事的时候把手打开 把两个手打开 去找 去找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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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话可以 没事的时候可以就这样去找一找 这是一个你的肩胛和你的后背 再去挤压 挤压你看 我到左侧 挤 右侧 挤 左侧 挤 右侧 挤 去更多去找这个 而不要去动你的哪 不要去动你的胯 不要去动你的胯 OK 不要去动胯 而是 这个位置 你下保持不动 就去找什么 就去找你的身体 保持站在这 不要动了 就去感受你的身体 是一个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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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找这个点 然后找完了之后 记住 牵起 手臂它一定是控制在这的 手臂一定是控制在这的 你不要说你的手臂可以随便去找这个 其实不是 OK 你的手臂的位置你也是要收紧的 你手臂勾扭的位置它是要收紧的 然后去感受你的左右左右 它是否每次它都是在挤压的一个状态上 然后第二个 再去找你的转动的时候 找你的后背和你的肩压去做转动的时候 去找什么 去找 挤完了之后 去找什么 另一个是得向前 然后骨盆向后转 看吧 骨盆向后转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向下 OK 不要向下 向后转动 另一个身体向前 然后骨盆向后转动 然后去感受你的身体像拧麻花一样 拧麻花一样 拧过去 然后拧完了之后 你还再找这个 刚刚在这个 然后去 慢慢的 慢慢的去对抗 慢慢的去对抗 挤压 然后持续转动 然后转移到另一侧 挤压 持续转动 转移到另一侧 挤压 持续转动 转移到另一侧 这样的练习 大家没事的时候 可以在家也好 或者是自己练习的一样时候 可以去找一找 这样的话 能更确定的 能去找到你的肩胛和后背 连接 后背和肩胛 它是否是在跳 在你在跳舞的过程当中 你的后背和肩胛 它是否是流动的 手上了 想到手去怎么样 而什么 大臂的位置 胳膊肘的位置 你的大臂和胳膊肘 它是架起来的 你的小臂和手的位置 它其实是放松的 它其实是放松的 架住的是你的胳膊肘 和你大臂的位置 OK 今天主要的主题 还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的后背的流动感 OK 你后背的流动感 你的后背流动感 它就是像什么 就像一个水 就像 就像一滴水 在你的后背上 然后去想一下 你的水 它是你是怎么晃 或者怎么摇 它都是不能掉下去的 OK 然后想你的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另一侧 另一侧起的时候 不要想着气 不要去想着气 你的起肩 然后再下 起肩 再下 而去找什么 而是你的肩膀的位置 它是一直都是 一直向下压住 它一直都是向下压住 而只不过什么 而只不过当你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当你运作的时候 工作和运作的时候 只是你的肩胛的位置 两个肩胛的位置 和你后背的位置 然后产生 挤压 挤压 看到吗 我的肩膀其实没有 然后我的肩胛和后背 你看 看到吗 我的肩胛后背 无论再怎么动 无论再怎么动 我都不可能去 找我的肩 肩胛是持续向下压住的 然后我的肩胛骨和后背 然后去做 进行一个流动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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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后背的运作 后背怎么去运作 我再从头给大家说一遍 从头给大家说一遍 后背 后背领动 两个手臂打开 对 现在可以跟我一块做 两个手臂打开 然后 去什么 去找第一步我的肩胛 肩胛 先去找一个向下 肩胛的位置先去向下 然后 后背 向上 后背向上 OK 你的后背背肌 这个地方向上 肩胛 然后肩胛的位置向下 然后产生对抗 OK 产生对抗之后 你可以摸到你的后背的位置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就是肌肉收缩的一个状态 OK 它是一个肌肉收缩的一个状态 然后先去找 这个 然后找完了之后 然后想到什么 身体持续转动 身体持续转动 然后转移到我的另一侧 然后跟刚刚右边是一样的 挤压 对抗 转动 转移到另一侧 挤压 对抗 转动 转移到另一侧 挤压 对抗 转动 转移到另一侧 挤压 对抗 转动 然后胳膊肘的位置 记住 胳膊肘的位置 它是持续向外扩张的 它是持续向外的 胳膊肘的位置 它是持续向外的 而不要 不要向下 不要向下 看你向下了之后 你的力量就卸掉了 OK 它是持续向外的 持续向外扩张 持续向外扩张的 对 看了 后脚的推动 然后使你的前脚到位的时候 它一定是快的 然后还有一个向后 向后的时候 你的后脚的脚跟 看看 它一定是什么 你只能是这样 还是 还是这样 怎么坐稳 首先坐稳低点 就是你的膝盖 你看 膝盖 你的膝盖 它是一个 看 我到位的时候 我瞬间它是收紧 然后 然后 你看 我的重心 我的臀部 我的内侧 我的膝盖 我的大腿 它是一直都是收紧的 我这样到位的时候才能稳 你看 我可以试试一下 对 那里 是个室 觉得 对 起来 感谢观看